今天是什麼 阿咪帶大家來到 一點都不吝嗇的 貴州省大方縣 這裡有好山好水好風光 夏季均溫25度上下 怕樂的人就來 涼爽消暑的岩峰步步 以及全世界最大的 天生橋清虛洞 還有看了心情 頓時柔軟起來的荷花牌 所以這裡有一首歌是必點的 來幫我按一下珊瑚海 長生一天 好 回來 如果你覺得很缺氧 要來一點分多斤的話 就去遊山河景區 這裡像是台灣的溪頭 一片綠液加上滿滿的好空氣 深呼吸 心情舒暢了就胃口大開 這樣聽起來 阿咪前面敷塵這麼多 其實就是為了要 來到一寨旅遊景區 首先迎接貴客的就是 長桌宴啦 有點像台灣的流水席 非得讓你吃飽喝足 再叫永燕子 但是開飯前有件事不得不辦 大姐您這是幹嘛啦 這樣喝飯還沒吃就直接躺平了吧 雖然大哥您表情相悲行行 其實心裡很開心喔 這一家的霸道酒高山流水 酒杯連三層等於一口氣 乾個三四杯 是招待貴客才有的待遇呢 太有吃了 太有吃了 整個鮮黃太有錢了 覺得好像是家人的感覺 我們進酒是有條件的 有規矩的 那可能我們進它酒的時候 它是本來碰我們酒杯的 如果它碰到我們酒杯的話 就會被發三杯的 那個三杯酒它已經要喝下去的 聽到沒大姐說話沒在客氣的 吃完飯要是美島的話 來點火囉 一戰的篝火晚會正嗨 手拉手跳舞 還有大學生聯誼的飛喔 但是阿咪建議 要是河芒跳舞的話 千萬不要被人家拍到囉 跳舞消化完熱量 準備來吃這一道啦 這四盤四碗的大方八碗席 開席時以一湯一菜的方式 陸續上菜 因此又稱為流水席 花樣多有意想不到的樂趣 這道菜是那個 扇雞點豆腐 下一道是什麼呢 嗯 不知道 咬上滿滿一大匙 滾燙濃郁的豆漿 拌入粉嫩的扇雞 再加上蜜製酸湯 攪拌均勻 再倒回豆漿鍋內 嚇一慢煮 原料簡單 料理過程卻不簡單 師傅必須不停地攪拌攪拌 要有耐心好嗎 一次次分批加入酸湯 慢慢融合 等待豆漿自然發酵 20分鐘後就會漸漸凝固成豆腐辣 再用大刀切的大大方方的 這道扇雞點豆腐便完成了 這道菜是我們酒店的鎮店之菜 經營了將近30年了 這道菜做工特別複雜 用來招待 冰旁好友會客的時候 才使用這道菜 另一道多彩繡球 製作過程也是挺繁複的 師傅將有炸的豬肉皮 木耳蛋皮切成絲 全部放到碗中混合 快手把絞肉捏成 圓滾滾的小肉球 再裹上一層華麗繽紛的外衣 最後受進蒸污內就打工構成了 嘴巴張開開動了 接下來這一道讓你吃了美美的 這個天麻在我們這邊是很貴的 是養顏美容的生品 吃了這個就會這個什麼 青春美麗 所以我應該要多吃一點 天麻煙開動 開動 這大方線出產的天麻 可是有名的 雪白透亮營養高 吃起來像鼻奇又脆又香 而入菜呢 變化可多了 可以炒炸涼拌都很可口 其中這道 天麻放雞絲 真是開胃首選 這道菜是天平積極吧 但是每個人的口感 都喜歡吃清淡一點 但是對這道菜 我們廚師長特別推出 阿咪說過 您的身體也是阿咪的責任 要吃好料 也要吃得健康養生 同學們下次跟阿咪來大方線 吃天麻美食 挑戰高山流水 酒量不好沒關係 至少輸人不輸針呢 我們下次再見囉 下次再見囉 再見囉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